年少不知别墅好 错把阳房三层宝 今天看的这栋别墅 地上三层地下两层 起时此刻 张同学的心情已经是 迈马奔腾 凭什么我就不是普通人 这个小足洞产权是200多平 但实质使用的面积 加上地库 总共有1400多平 这个花园有100多平 那边有一个富二层的采光景 进来的话这边后面的话 这也是富二的采光景 往后面都有一个小花园 进来这个是客厅跟餐厅的一个位置 挑高是7米 摄影师 要一下 好 这边就是餐厅跟厨房的位置 外面有个小花园 这边的话可以做一个 茶室 上面还可以二楼的话可以搁起来 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房间 这边一楼的话有个长辈房 再有一个卫生间 这长辈房空间也很大的 到二楼这边的话要把它封起来 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上来二楼首先这边出去有一个露台 平常的话可以这边摆一个茶桌 有天有地 有星星 这里二楼刚刚那边把它打掉的话 这里做一个房间 这里还有一个房间 这是一个套房 这是卫生间 到时候这里的话把它把它铺过去 这个房间直接出去有一个阳台 二楼就这样 我们上三楼看看 来到三楼就是一个主人房的一个位置 感受一下这个空间 这个主人房超级大 两边的话做的都是落地窗户 前后景观都是花园的景观 前面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王阳河的一个景观 这边是衣帽间跟卫生间 出来的话主人房这边也有一个露台 这是属于主人房的一个露台 四楼还有个露台 我们上去看一下 这里就是四楼的一个天台 外面看出去是一线王阳河的一个景观 这个应该有个几十个平方 平常露营烧烤都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我们来到地下室的位置 200多平 然后5米8的小高可以 圆圆全全可以隔成两层 具体怎么做 可以做一些家庭影院 健身房 KTV 甚至在这里做个泳池都是可以的 然后往外走的话 还有三个独立的一个停车位 是属于你自己的 有三个独立的一个停车位